我实名次举报我的丈夫巴南区人民医院肝脏外科组织医师 婚内出轨医药代表并进行全社交易 收入医药代表回扣 护理师声称被家暴流产 更重要的是检举他的丈夫医生收回扣 现在正值中共中央打击医界贪腐 像是广东有一名大型医院的退休院长被调查 翁建东忏悔称 自己收受供应商大量黄金和现金 身上的白大褂被染成金黄色 白袍染成黄金 根据陆媒消息 这波整肃至少159名医院院长书记陆马 人数之多是去年的两倍 并披露一项放射性治疗仪器采购收回案例 在云南某地方医院 一台进口价为150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 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 中间被院长吃掉1600万元回口 旧品一项器材 院长贪污6700多万台币 调查更指出 还有更多变相的隐秘的行贿方式 通过邀请医院专家的讲课 组织医疗会议 以及研讨等等的形式 来进行的腐败行为 可能更多一些 可以说是从台前走向了台后 根据港媒指出 中国大陆即便一线城市 一时待遇差 住院医师薪资约42万台币 主治医师约8万出台币 导致追求回扣收红包一直存在 如果医保支付方式 公立医院薪酬分配制度改革 不能顺利进行 反腐很容易走老路 或者是停留在工作表面 8月以来 至少10场医疗会议延期 还有80家的医药企业股票下跌 蒸发超过1兆台币 中国大陆的白色巨塔 正风声鹤唳 TVBS新闻出光红全英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